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求德顺被凶器袭击 昨天在韩国发生了20多岁的男性 用凶器攻击求德顺的事件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警方发表 20多岁的男性A某在16号晚上8点47分 去了求德顺的住处 敲玄关门后 称自己是警察要求开门 在求德顺开门后 双方就起了口角 A某拿出了凶器 直接打在求德顺的头上了 而看到这个情况的求德顺妻妻子 马上就报了警 警方在现场逮捕了这位男性 而求德顺被移送到医院接受了治疗 伤势并没有很严重 据了解 这位20多岁的男性 在2021年2月9号 也说要惩罚求德顺 拿着凶器想要进求德顺的家内 而被警察制止过 当时这位男性对警方说过 自己的人生过得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杀了求德顺 我的人生应该会有点意义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要给他勇敢的市民讲 为什么要逮捕 虽然知道有法律存在 所以不可以那样 但是还是觉得很可惜 没能让他多受伤一点 这个年轻人是饮酒神经衰弱 没有杀人企图 也不是企划犯罪 是突发事故 所以无罪 我也觉得年轻人没有错 求德顺应该要被揍 但是如果一直称赞这个的话 可能会对小朋友们传递错误的资讯 剩下的人生 希望你每天都能在不安痛苦中悲惨的结束 然后因为被求德顺遇害的哪样 在2009年治疗中 画了这张图后对心理医师说过 希望求德顺能受到这样的惩罚 所以也有网友们猜测 可能这位年轻人就是看了哪样的这张图后 实际行动的 对于求德顺被袭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透过新闻才知道推尼文解散的希儿 推尼文在2016年突然解散的事情 对K-pop粉丝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一样的事情 而在这几天 推尼文队长希儿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希儿被问到 成员名机曾经说过 自己是看到报道才知道解散的 那你呢 希儿回复 说实话 我也是那样 感恩节的时候收到了很多手机短信 但是现在我对我的人生 拥有更多的自由跟选择权 所以对我来说 现在是更加激动的环节 就算团体减散是由公司来决定 但是在对媒体公布前 不应该要先对成员们说一声吗 真是无法理解 到底为什么 什么理由会想让推尼文解散呢 真是不能理解 能把推尼文程度的组合那样对待 好傻眼 看影片的话 希儿鼻尖变红了 我是BlackJaneE7 真的觉得好遗憾 2021妈妈颁奖典礼 差别对待男团 Tomorrow by Together的事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快速看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 妈妈颁奖典礼当天直播舞台中 因为播放的音乐 延迟了半排子 与成员们在耳边听到的音乐不一样 抖制成员们的舞蹈动作 跟音乐排子完全不配合 在舞台结束后 舞蹈家与舞者们马上就发文表示 非常遗憾 而搜索公司也是在第一时间 就上传了该舞蹈的练习影片 好像是为了解释 原本的舞台不应该是这样 第二 在Tomorrow by Together获得奖项 进行得奖感言的时候 队长Subin的得奖感言还没有结束 妈妈制作组就直接关掉了灯光跟麦克风 不过Subin 管他灯光麦克什么的 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 第三 Tomorrow by Together的 阳俊与其他爱豆们一起表演了开场舞台 但是在MN上传到YouTube的影片缩图中 只漏掉了阳俊一个人 后来虽然有重新上传缩图 但是因为这张缩图看起来 只有阳俊的灯光不是很好 所以令粉丝们更加生气 Tomorrow by Together好可怜 但是Subin好帅 只是一个失误的话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很多次的话就是故意的了 大家不要误会 MN不高兴的话就直接不让你出演的 他们只是很无能而已 不要什么阴谋论 妈妈本来就这么糟糕 傻子们又做了傻事而已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